稻米是華人最普遍的主食 也是我們每天都一定會碰到 會吃到的 也是需要它的 更是許多這個國家 主要的農車產品 那以桃園來看 桃園每年產出的這個稻米 大家想一想 或是猜一猜有多少公噸 有10萬公噸 這個數字非常的大 是桃園所有農產品當中產量最大的 而且它品質優良 也是在全國眾多的稻米當中 是數一數二 產銷履歷的推行之下 還有農民投入的努力之下 桃園所生產的稻米 已經延續十幾年 都獲得全國豪名的獎項 堪稱是桃園最以以為傲的農特產 我們就趕快看一下吧 金黃稻穗在風中搖曳 一整片稻田是傳統農民維生的根本 現在也是桃園農產的驕傲 桃園種稻的農地面積 多達一萬七千多公頃 免產量超過十萬噸 而油產量也能夠兼顧品質 桃園米不僅連年在全國奪下優質 毫米獎項的前三名 桃園用有機栽培的稻米 也在全台灣的競賽中 奪下有機米組別的冠軍 那時候我也是當新手爸爸的時候 那我開始在種 覺得他好像跟顧我的小孩一樣 早中晚 不能讓他餓到 也不能讓他冷 一天尋三四次 每天來看他 看他怎樣 所以說這是我照顧有機米的方法 在獎項價值外 從那個疫苗 報裝 他都會看得到 他就覺得更安心 他的品種 還有他的田中裡面雜草 另外就是說 我們的農民 他是有一個溫度 水的水溫的可以控制 讓我們的米 每次都會在全國裡面 得到很多的分數都很高 稻米不停是最常見的主食之一 也是華人飲食文化的縮影 桃園所產銷的優質稻米 相信也已經在廣大的稻米市場中 佔有一席之地 桃園有新新聞 林德超綜合報導